再来看到共军升高周边区域紧张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早7点发声明 表示中共海军辽林号航舰编队今天清晨1点半时 航经台湾东北海域继续向日本与那国岛东南航行 通过期间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 并严密警戒监控事切应处